这是日常扎针注意事件 国安课本上来 我就告诉你 你记得几个最重要的点 第一点 扎针的时候 患者不予以佩戴任何手势 什么手表呀 手面呀 项链呀 戒指通通的这种 尤其基础类的 影响经济的传统 影响你这种效果 然后第二点 你要记住 大醉 大怒 大汗 就是他都喝多了 找你扎针来了 不给他扎 他刚在家生完气 比如说刚在家两口子刚干完仗 气咕咕咕的找你扎针来了 不扎 还有 小伙子们刚打完篮球 出了一身汗 过来扎你扎针了 也不给他扎 扎也可以扎 一个小时之后 一个小时之后 刚才我说的那两种情况 当天不给他扎 留针期间 以及拔针后半小时 之类 不吃不喝不抽 好多人扎完针之后 游戏男的烟瘾特别大的 留针留了四十五分钟 可能拔针了之后 哎呀拔针了 哎呀 可以的话坐这歇会儿 来抽一杯 是不是 不允许说烟 拔针半小时之后 你说坐这喝点水吧 那都是套路 一般都是 让你坐这歇会儿 喝杯水 开始给你什么 烙半坎了 你是专业大夫 告诉他 拔针半小时 不让喝水 不让吃东西 不要抽烟 因为那个精气是在 拔针半小时之内 那是精气传统最厉害的一个 他会把所有的引到你的胃里去 明白吗 当你的胃气 还有 我们这个天黑和阴天下雨 非极症复杂针 那个效果不好 你不要把他想到太小了 上来 不是 这是不是 有什么 啊 有一天不扎针 哪一天不扎针 哪一天 什么臭医师 哪天不扎了 啊 中元节那天 尽量不扎针 不扎针不扎针 备吼针 阳